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九點半 那我們今天呢 會帶Channy去醫院一趟 Channy從今天凌晨兩點多的時候起來 她通常晚上都是一覺到天亮 不會在那麼奇怪的時間起來 但是昨天我也 那時候還沒有躲下 我就先餵她喝奶奶 她通常半夜 就是如果說五六點都起來 她也是喝一下馬上就睡了 可是昨天就是她喝完 還是一直躁動不安 然後我就發現她很熱 結果一兩就把燒了 那時候量起來是38.2度 因為她沒有什麼其他的症狀 所以我們就先觀察 然後給她一點退燒癢 就今天白天我們還是持續在觀察 那她就是有時候會燒起來 在腿就是反覆的燒起來 又退燒起來又退這樣子 但是她的食慾精神 跟活動力都還OK 都算是蠻正常的 所以我們就也是在持續觀察中 但因為已經燒了一天了 我有點像是 我現在覺得說她發燒了 我就覺得說 啊是不是有少一點點 就是是不是比平常 小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好像比平常安靜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說那麼確定 因為沒有很明顯 因為看起來還是一個健康的樣子 不是說你看 一看就是有病容 然後她也沒有一些 咳嗽流鼻水啊 或是什麼上呼吸道的症狀 那也沒有吐跟拉肚子 那剩下的比較常見的可能就是 泌尿道感染 但是泌尿道感染的小朋友 她也不會跟你說 她尿尿痛 而且好像尿部聞起來也沒有說 是正常的味道 很臭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今天還是先帶她去檢查一下 驗個小便 那如果真的有泌尿道感染的話 可能就會需要住院 對所以我們也把衣服 她的口水精什麼的尿布 全部都帶好了 先帶一些 是希望不要住院啊 希望見她沒事 好 因為今天這是第一次 Channy發燒 所以我們也都蠻 蠻擔心的 而且昨天看她 她那時候 吃完退燒藥 有吐大吐一口 我覺得哇好可憐 不過那時候應該 應該是因為退燒藥可能太難吃 所以她可能沒有吃過 好吧那我們就先出發去醫院了 驗妮希望妳沒事 就是現在提不起精神來 不敢去面對 對然後我又怕這樣會影響到驗妮 因為她可能看我 就覺得比較常眉苦臉 對啊 還是 她還是感覺得到的 對啊 沒關係我們去檢查一下 馬上就回來了 我們現在要等待護理師幫她裝尿袋 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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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回來裝好尿袋 大概能多久 不到兩分鐘吧 她就 大便了 但是還好 她大便之前 已經有尿滿了 所以就先把尿液拿去送檢 剛才初步看起來是 有點濁濁的 我們現在在等報告 但是 大概八九不離世了 這是什麼東西 是要找她的鞋罐 對啊 她是這個黑黑 暗暗的鞋狼 啊 珊妮 沒事喲 現在是用你的手而已 現在是用你的手而已喲 哈囉 哈囉 啊 沒事喲 沒事喲 沒事 珊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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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吃什麼呀 珊妮 這不是給妳吃的咧 現在咧 確定是 必要到感染 然後我們要住院 現在要先打點 好吧 我技術不錯吧 不是 珊妮 這不是用你的 珊妮 珊妮 現在時間已經1點22分了 我們終於 住進來病房 然後 護理師也問完 醫生也問完了 等一下就可以好好來休息了 其實今天搞一搞也是 慢完了 其實今天整個就醫過程都還算蠻順利的 那珊妮也沒有到 真的很崩潰 就除了 打針 的時候 慘痛的哭了 大概三分鐘 欸真的真的很痛啊 如果說我也是 也是要哭的啊 主要是說 他們的血管也沒有到很好打 而且他們又會掙扎 所以 就是會比較辛苦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珊妮 都蠻配殼的 就是看喉嚨 聽聽整器 有些小朋友就會哭了 其實珊妮都非常淡定 而且她有時候還會笑嘻嘻的 對 兒科病房 是我上個月才來的 所以其實這邊的護理師 就是跟一些行政人員 都認識你 對都認識 還好你當時也沒有帶人太差 對不然現在缺點可能就會非常慘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入住的是雙人房 但是隔壁就沒有人 就是還蠻大的空間的 那今天的話就是可以在這邊稍微休息 這一次其實就是一個泌尿道感染 然後泌尿道感染 他的尿液的檢驗 後來就化驗出來 是有很多白血球 就是在顯微鏡底下去看 非常多白血球 那就代表說是 有一個濃尿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指標 佐證 就代表說是尿液的感染 那尿液的感染就是 最擔心的 是影響到 腎臟 所以我們在住院的過程 後續還會再安排腎臟的超音波 那因為Chinney是第一次泌尿道感染住院 所以 可能還不會排一些太近階的檢查 因為有些小朋友會有一些逆流的狀況 那那個就要再排一些比較近階的檢查 希望很快就可以改善 趕快出院囉Chinney Chinney你要趕快好起來唷 好嗎Chinney 我們可以出去玩唷 對 扣水流下來了 趕快好起來 我們就可以出去玩了 Chinney爸爸要先回家囉 好可愛 哎呀Chinney 你今天還是一直想翻過去 想翻身 你暫時不要翻好不好 大家早安 今天是住院的第二天 昨天睡得好嗎 很好 他睡得超好 中間起來一次 但是一喝奶 就馬上又睡了 所以其實我們都覺得好像 Chinney沒有什麼住院的感覺 如果你不說 根本看不出他現在有在生病 因為他就是活動力啊 什麼都還是非常好 像剛才竹子醫師有來看 他也是就很乖乖的 然後也不吵不鬧 Chinney非常的乖耶 他只有昨天插針的時候 大哭 其他都很 表現得很棒 可是這也一定會啊 因為小朋友很痛啊 而且很多大人 插針的時候也在哭啊 我插針的時候也插針都哭出來了 對啊 Chinney好棒唷 昨天晚上我就是先回家睡覺 然後再把一些尿布啊 還有玩具帶過來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目前預計 今天會做生長超音波 像其實 Chinney進醫院之後 都沒有再發燒了 對 就沒有再燒起來了 嗯 對啊 好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做超音波喔 Chinney 你也想看 我喜歡在車裡 你在讀書嗎 Hello Chinney 星期一 我們吃了什麼東西 一個蘋果 星期二 吃了兩個禮子 星期三 吃了三顆禮子 我們帶了一些餅乾 要來給大家吃 因為現在卻你需要我的奶奶 所以我就是隨時隨地在這兒 然後 因為我也不開車也不騎車 所以就只能由你當Uber Eats 你看我帶來什麼啦 我的精神糧食 可是我跟你說 我只帶一包 為什麼 我如果給你兩包 你就吃掉兩包 我如果給你三包 你就吃掉三包 可是這樣子 我應該五分鐘就吃光了 他就只是讓你解解嘴殘而已 而且你知道我們家一直剩兩包了 這是剩下的最後倒數第二包 為什麼不兩包都給我咧 這個是我們的晚餐 來 請吃 然後我也帶了明天的午餐 剛剛護理師人超好的 怎麼還送我們東西 對啊 你看 他送我們水果跟水煎包耶 好讚喔 我今天好餓喔 我剛才還在看Uber Eats 想說等一下 我吃完晚餐 我要再吃一個 你 晚餐吃完還要再吃 我可以 你的飲食控制呢 我可以 我可以吃健康的東西啊 我可以吃蛋白質吃菜啊 好 好我也有帶啦 這個 今天是住院第二天 天妮已經無聊到快崩潰了 我們趁著剛才換點滴帶他去走一走 我們這裡還有圖書 這邊的書都可以讀 然後你看我們這邊 這裡可以讓他畫畫 你被關了兩天 終於吸到新鮮空氣了 對不對 終於出來玩啦 天妮 烏龜在曬太陽 還有鴿子 我覺得最近肩頸真的滿痠痛的 你不覺得嗎 我們決定去按摩一下 這邊有一個按摩小站 而且我覺得他這邊很好 就是他可以十分鐘十分鐘痠 所以其實二十分鐘兩百塊算滿便宜的 這樣力道可以嗎 媽媽在按摩喔 我們在旁邊等喔 一兩十時候不能喝 我們還是很痛快的耶 你覺得如何 讚 太開心了 好 按摩完再送你新冰了 對不起了 你養師 小熊小熊 跑跑跳跳 小熊小熊 上床睡覺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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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indo哥 你這兩天 咩咩就在抽血 那他第二次抽血的報告 白血球就已經降下來了 發音指數也降下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剩下 尿液培養的報告 那其實昨天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尿液培養是大腸感菌 確實也是泌尿道感染最常見的菌種 現在剩下的就是要等它的抗生素敏感測試 如果我們使用的抗生素是敏感的是OK的 那我們就可以轉成口服回家 所以你已經表示憤怒了 沒事啦 我們的抗生素的培養測試啊 是有抗藥性的 就是對於我們一般常見的抗生素是抗藥性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直接改口服出院 剛剛也回家拿了它的建立加過來 因為我怕拿到第四天會有點無聊 Jenny我們要出院囉 最後還是有好消息 怎樣你要講啊我搞不懂啊 就是我們的尿液培養啊 今天早上得知到說它對於我們常見的抗生素 一代的頭髮指數是有抗藥性的 但是今天下午正式報告出來 雖然它對一代是有抗藥性 但是它對三代是敏感的 然後對於其他有一些不同的抗生素也是OK的 所以我們至少就有兩種以上的抗生素可以選擇口服的 那最後呢我們就是可以成功地用口服抗生素出院啦 耶~~ 但是這個抗酸素還是要再持續吃... 大概一個多禮拜 之後也是一個大挑戰喔 他是... 真的啦 那你至少要出院了有沒有很開心 你好!他真的很開心 有沒有很開心要回家呢 好啦...那我們要跟大家說bagbag囉 我們要跟這間病房說 coated advoccado 感谢所有的医生护理师的照顾 我们要回家了 希望全女之后都不要再来了 不要再来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已经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不要忘记开其他铃铛 才不是我们的最新影片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咯 拜拜 拜拜